Sell in May and Go Away 可能是华尔街最有名的一句谚语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每年五月 你把手里的股票都卖了 然后去度假 等到万圣节来的时候 再买回来能赚更多的钱 现在正值五月 Sell in May有道理吗 任着帮大家研究一下 最初拿出数据来说明这个理论的 是一本叫股票投资者年鉴的刊物 从1968年开始出版 它说从1950年至2015年 道琼斯工业指数在5至10月下跌了64.71点 而在11至4月上涨了20,790点 在同一个时间段内 标准普尔500指数 5至10月上涨了264点 而在10至4月上涨了2420点 在以前有人说 这是投资人为了夏天安心度假 会选择暑假前清仓 可是这种理论 对于机构投资人 占主导地位的现代股市没有道理 很难想象基金经理会用休假为理由 卖掉手上的股票 不过现在也有人用财政年度 华尔街奖金等时间点 来解释为什么冬季买入股票的人比较多 2004年曾有经济学家 决定用统计学的标准来看看数据 他们调查了1982年至2003年的 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 并没有发现Sell in May会更赚钱 因为2000至2003年发生了互联网泡沫股灾 在这期间的熊市里 其实工餐期越长损失就越小 并不能因此认为Sell in May本身是有效的投资策略 此外 Sell in May的长期数据之所以成立 是因为有几次小概率的大跌 出现在了5到10月这半年间 它包括1973年的石油禁运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 以及1998年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 这三次大跌和投资人度假 瓦尔街奖金 财政年度都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排除他们带来的大跌和之后半年的反弹 估计没有人会总结什么Sell in May的投资逻辑 如果我们把清仓和重新再买回股票的交易成本 以及所需要交纳的利得税成本计算在内 Sell in May的策略和长期持有的策略带来的收益 就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了 所以每年5月到来时 要不要清仓还得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好像爱因斯坦说过 上帝不玩骰子 我相信上帝也是不过暑假的 感谢收看忍者ATM 我们每周一发布一条逆向思维的投资理财短视频